捏造基督教科学家是目前教会传销的手段之一 历史上基督教杀科学家 杀异教徒 圣经本身没科学比如 圣经七天造宇宙 先造地球 捏造了一帮中东人 六千年的历史 也就地球历史 泥巴造人等 以前很多人信基督教 是因为全民被迫进教会洗脑 目前世界各地基督教信仰高的国家 从欧美到非洲 都是有大量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国家 捏造基督教科学家的概念 伪装基督教是有科学的行为 是基督教会无耻的一种捏造和传销 忽悠弱势群体 基督教西方几十年下降 本世纪会基本推出历史舞台 基督教的谎言还有 每个教会都会教育教徒进化论 就是人变猴子不可信 所以要信上帝 多可笑地洗脑